字幕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我先把音樂給關閉一下 OK那今天是1月21日 那已经正式上线了 早上10点的时候 我这边有 那就来吧 登录的方式有游客还有Facebook的Google 那我是用游客先视网体验这样 这边的话有地区选择 台港澳还有欧美 台湾是独立的 独立出来的 港澳一起欧美 那我是台湾 那伺服器的话 开到22了 月初的时候我有试玩陆幅版本吗 陆幅版本是开到300多幅 所以现在开到20几幅 好像也不意外 来吧 我刚刚在下载解压缩挡 解得蛮久的 然后闪退了一下 没关系我们试试看吧 这边一样在唱那个主题曲啦 射掉英雄传的那个主题曲 应该是铁血担心的主题曲 好 怎么变19伺服器 好啦19就19没关系 那我把音乐打开 这边的剧情我就不看了 因为之前我月初的时候有试玩过 也有人说 来我们先跳过吧 再跳 好 说的没错 好 去个ID 哈姆 来吧 就我的少女叫做叶小蝶 我们会随她的伤队前往蒙古 蒙古的话就射掉英雄传嘛 一开始那个 郭靖 还有那个 华珍 好来吧来吧 草原公主 华珍 然后这边有一些剧情介绍 现在就是你们俩人了 来跳过跳过 我就玩比较快了 郭靖 然后华珍她是她的青梅竹马 还有六个师傅 江南六怪 好继续 点击头像 让我们开始战斗吧 稍微大声一点 那这边都有语音 我手下 战斗的话 就是双方 排兵固阵的自动战斗 然后会有职业克制 好 这边有那个职业克制 什么都土 五种职业吧 拳掌 然后这个看器事业 还要对一套 侠客 好会获得拖累 这个十分之十应该是她的碎片嘛 然后可以合成 草原枯谷 王钥匙 那我们现在有拖累跟华珍 拖累是王子啊 王子跟公主 这边还不能加速 5级可以开放加速 然后拖管 拖管应该是自动 好我们这边可以手动釋放器 金刀刀法 这个是梅超风吧 黑风霜煞是不是 有点忘了 铁丝梅超风 一开始小boss 不好了 华珍师傅 郭靖兄弟 你和我年纪相当 评辈论交就好了 好的 你快救救华珍妹子吧 好华珍被抓了 那我们跳过剧情 剧情的部分我就先不仔细看啦 玩快一点 那上面是那个攻击顺序 马玉 柯震二 韩小语 马玉是全真妻子 然后柯震二是江南六怪 9105爪吧 他怎么说9105爪 是我记错吗 还是电视剧不一样 那我们创的角色是有上阵的 那我们创的角色是有上阵的 但只有ID不一样的吧 就每个人可能只有ID不一样 形象应该都是一样的 第一张大概是这样 然后就 踏足中原 然后遇到那个黄龙 然后B5招亲 B5招亲应该是那个谁啊 我想一下是谁啊 杨康跟那个 杨康不是打扮那个女生 然后就跟他在一起 就变成杨过了妈妈 那个杨过了妈妈叫什么 木念词是不是 我忘了耶 好久以前 好几年前应该说 以前小说的我看都忘了 杨铁星嘛 然后他有一个义女 这一段 杨康 他只是玩玩而已啊 好 跳过继续 然后就下一段 剧情跳很快 根本就是用跳的飞跃式跳过来 反而会玩这款游戏的应该都知道吧 我应该有看过 金庸的小说 电视剧看也多多少少看过一些 画质的话怎么觉得比较模糊啊 好像还不能调整 待会来调调看 白陀寺 白陀山庄办事 需要多满鞋事 好 等一上应该就黄龙嘛 已经两倍速了 哦好吧 十五级可以开放三倍 来 跳过剧情 好副本 酒馆 酒馆招牧 雅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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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能 一键升級 好 返回 副本 所以主線任務在副本 一鍵佈陣 確定 差不多啦 我要很快 劇情部分我們就用跳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一直呈現受傷狀態 奇怪 這個是我的角色啊 這是我們的那個 職業吧 拳頭型的 還有分顏色 有分屬性吧 好 跳過劇情 B5招星 王楚一救了郭敬 然後就跳過 水墨風格 這是黃龍啊 好 跳過跳過 好 繼續劍序綠 進階 進階 進階的話就 白字變成綠字 好 俠客 這邊的話還要繼續教學喔 不會太長啊 我待會試試看可不可以取得遊戲控制權 我待會試試看可不可以取得遊戲控制權 我們把界面看看 然後信收一收 看有沒有什麼福利 事前預約的福利 因為這遊戲廣告打很久啊 打超過一個月以上 所以說福利應該也滿滿滿吧 應該是要滿滿滿 好不行我不能離開 好繼續 夜入王府 這邊我記得我 這個月月初的時候有玩到啦 通關獎勵中 點擊俠客的頭像 好 升星 用碎片來升星 那我就變二星 洋鐵星從一星升到二星 五目遺書 俠之大者 金國高手 完顏紅烈 他是王爺啊 那楊康就任賊作婦啊 想要享受龍王復位 這邊就扣管之後啊 喔就自動 全自動的話就是靜點的話幫我們放 那如果你不想扣管的話就自己點吧 玩法就戰鬥系統非常簡單啦 來跳過 好 俠客 升級 五目遺書升級可以增加我們總戰力 就是我們的屬性會加成 全體的武俠都 俠客都可以增加屬性 好 屬性任務 這邊的話 因為我是用遊客吧 如果你用FB認證的話 可以領這些獎勵 好 第三章 那我應該是自由了 再獻獎勵 欸為什麼我再獻獎勵 這麼短喔 好 簽到 乾糧 紫山龍王 OK 紫山龍王 第三天 叫花精應該是體力吧 乾糧 乾糧可能是我們的體力 就是每天有這個時段 你可以來領這三個時段吧 就中午嘛 然後還有晚上 晚上有兩個時段 月仙道可以再領一次喔 儲子的話可以再領一次 禮包馬的話我現在不知道耶 你們可能要關注一下臉書 看看有沒有禮包馬 我目前沒看到 我目前沒看到 那我們回我們的 首頁吧 那這邊是公告 開服公告 十點開服 好 我把這些介面看一看 這是我目前的狀況 哈姆 頭像的話可以換 然後ID的話應該可以改 那需要可能需要這個 這個改名的道具 然後還有200元版 那我再19幅 重新登入系統設置 沒有那個畫質啦 好不好 沒有畫質 這樣畫質已經 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就武俠風格有點水墨風格 那主題的話應該是我們背景 我現在只有默認這個 我現在只有默認這個 默認的場景而已 那我們接著看一下 稱號 現在可能沒有稱號 32級會開 特權卡我也沒有 預約好禮 60級可以領 霞 這是誰啊 專屬時裝霞 60級可以領 那百萬預約 絕版稱號 這邊你要輸入你的手機吧 就是你有預約的吧 台灣是加886 排港號 才有 好 那傳奇時裝 初虧畫鏡圓滿 這邊有積分 好 培養角色可以獲得大量獎勵跟傳說 時裝 這個時裝 他的時裝是有加速性的啦 還有一些特效 好 這邊有一些條件嘛 將一個橙色的俠客升至三星 好 開服比拼 這個是比戰力的 給那個課金玩家比的 那如果你是無科玩家 就看看就好 儲值 170 每日俠客包 每日招募包 然後還有月卡 170 490 好 那1比4吧 大概1比4 台幣比那個元寶 大概1比4 首次啦 首次是超值的 那會員特權的話就是VIP嘛 免費領取因為我是VIP禮 VIP禮 好 先這樣吧 那我們繼續看喔 禮包套 這一樣 這是一樣的 超值返利 綁定遊禮 這個剛剛有挑出來 因為我現在是遊客帳號 心服慶典應該是要玩一下吧 就 七天嘛 七天活動裡面都要玩一下這些 看他要進來做什麼 然後完成這些積分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小招 小招是倚天裡面的角色嘛 很可愛 很可愛 兌換商品 兌換商店 開服狂歡 這剛剛有看了 拿小招 俠客 雲起是圖鑑嗎 可能是喔 就是你有了角色可以領 招募到之後可以 可以領 然後有培養遊禮 招募遊禮 OK 那玩法的話 這邊大部分都是儲子嘛 還有一些活動 主要玩法是副本嘛 看一下 郵件 我們剛剛說應該會有福利吧 事前預約是拿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隨機獲得一個碎片 一個角色碎片 鹿臣風 鷹菇 陳玄風 跟梅超風 這四個是那個 這幾個是那個 這幾個是那個 黃曜師的地址吧 陳玄風梅超風嘛 然後鹿臣風也是 鷹菇也是 曲鈴風也是 然後 尼莫超就不是了 尼莫超是神雕的 公孫子應該也是神雕的 蕭香子喔 這是什麼 呃 四大二人是不是 好像四大二人 揚霄是倚天的 好 豬兒 送遠橋 隨機獲得 好 就領取 所以是送這個是不是 我還以為會送什麼好東西耶 一鍵領取就沒了 好吧 就送這些角色 那我們來打開一下 使用 喔 林莫超 林莫超 林莫超也是美女啊 好不好 在神雕裡面也算美女 只是他 年輕的時候 被 復興他給拋棄了吧 所以就很 恨 很 很討厭男生吧 那 有了俠客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褲啦 俊天猶豫 林莫超 適戀仙子林莫超 看一下喔 你看 被陸展員拋棄 被陸展員認識齁 真是的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這樣呢 好 我就獲得了林莫超 那你可以稍微升級一下 這個是我們無名秘書 角色的話 我們來一鍵訓練 一鍵訓練 進階 指教 升子相訓 然後升級 等級應該是不能超過我們主角啦 然後進了也可以升級 升級真的很無腦 暗暗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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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無腦超無腦 這個真的超無腦欸 好這遊戲 很無腦欸 好這遊戲 很無腦欸 裡面說不好啦 就是 比較方便 比較簡單 點一點就好了 紅點點就好了 好升級吃一下 要10級吧 一鍵升級 然後羈絆一鍵升星一下 好這樣就升完了吧 國警安達 進來可可 好 那掌 劍 力 氣 技 五個職業 職業有護客 那 紅包 趕快搶一下 五十元寶搶到了 大概有人儲值吧 儲值就會發紅包 好我們再玩一下 夜傳王府 嗯 看的差不多了嘛 一鍵佈陣 好確定 肯定能過 靈活精電腦 對手的話 你這樣點的話會顯示 他的那個星度 然後還有顯示他們的那個職業 他不是冰破一針嗎 很毒啊 被他刺到就死了 就死定了 幾乎是死定了 現在還沒有小龍女啊 好跳過去先 好這個是 中BOSS吧 沒插風是小BOSS 他不是他有什麼0至上人 是不是有什麼0至上人 好一鍵佈陣 沒有用 繼續打 來跳過去 再把這邊打完好不好 這一張打完 玩遊戲這個很快速 很快速 好 咱們繼續 每日任務開啟啦 這邊有每日任務 還有那個門派殺敵 五月度 可以領 五零是什麼玩法 幫戰是不是 幫會戰 那酒館抽抽的話 我看一下 我現在 只能單抽而已 招募次數還會達到 那普通招募的話 免費 可能抽到道具吧 果然道具還有一些碎片 好 第三張夜闖關符 確定 七宮 喔 北蓋 看不到敵人等級數 但是應該可以秒殺啦 開始就不會太難 可是你玩到後面 你可能就會卡關 卡關之後你就覺得 每天就只能沒事做 我就只能放置掛機 放置掛機的部分 欸我不知道他放在哪裡 理論上應該是要放 有放置掛機 收益嗎 收益嗎 我現在不知道他放哪裡 在線獎勵 不是啊 這不是啊 不知道欸 再玩一下 好 這樣就過了 第三張很快就過了 這裡 放置收益 所以沒看到啊 自動推圖 49等之後還會開 還有那個會員 沒看到收益的部分 應該是要有啦 理論上應該是要有 只是我現在可能還沒開也不一定 因為我現在玩20分鐘 打算就先玩到這邊 看這幾天要不要繼續接著玩 如果要繼續接著玩 就 再玩個幾天看看 看後續的玩法 因為我現在這些玩法都還沒開嘛 挑戰啊 歷練啊還沒開 江湖奇雨 我可以點一下 釣魚是不是 釣魚 江太公釣魚 願者上勾 上勾的到嗎 勾到了 沒勾到 他跟魚 可能要跟那個 我們這個一起吧 這樣才有 那我可以勾幾次啊 好獲得獎勵 一條金龍魚 兩條普通魚 釣魚的玩法 就奇雨 江湖奇雨 那郵件的話 沒有東西了吧 欸有有有 這裡還有 這邊還有啊 一開始我們沒有收到 沒有那麼多嘛 只有一個 只有一封嘛 就這個預約 然後現在又跳出來了 這些 頭像框 稱號 然後40萬是666 喔66666 好這個也是 66666 喔這個也是招募 高級招募兩個 好就收到這些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剛剛沒看到啦 是不是我沒注意嗎 還是 反正什麼事 因為我覺得如果 事前約這麼多人的話 禮包應該 不會那麼少才是啊 那這邊我還可以 三抽 已經可以三抽 好 那我就先玩到這邊吧 如果你想玩的人 我會把 遊戲的 臉書啊 下載連結資訊放我影片下方資訊欄問 那我們再下載來流完就可以了 好的 那就先這樣吧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